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早10點多 行政長官林鄭大駕光臨去到青衣長康村的康美樓 進行視察的工作 他去到的時候 足足逗留了23分鐘 當他一落樓之際 以為自己很受歡迎 不斷跟街坊揮手 街坊毫無反應 忽然之間有一名街坊 對著他大喊 七婆 他冷不提防 然後不再揮手 街坊繼續大喊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再喊一句 解散警隊黑不容緩 林鄭毫無反應 林鄭在一班警察勇促之下 急步離去 當他準備登車之際 又有另一名街坊大聲質問他 為何他只是 在地下走來走去 不去登門拜訪的街坊 然後林鄭當然不理他 一上車就關門 聽不到 原來林鄭在逗留的22分鐘期間 他只不過是在大廈 繞長一周 在地下走 原來沒有上門 你說這些所謂的巡視 這些所謂的視察 有什麼實質的作用呢 還是只不過是做公關show呢 根據《蘋果日報》揭發 林鄭向中央提交的那份工作報告 他自己就說要宣稱 要為建制派創造有利的氛圍 就要借這個疫情拉台的選情 就想轉危危機 現在他就是做這些事 不斷就想借這個疫情 來幫自己領工 因此這些公關show 就可以視為幫建制派造勢的選舉工程一部份 實際這些全部有跡可尋 包括林鄭 之前走出來認屎認屁 撈取功勞 懶聰地貶低其他國家 包括貶低日本 韓國 新加坡 就說他們如何如何 就說香港怎麼聰明 實際怎麼聰明都不關林鄭和特區政府的事 是香港人高度警覺 這些擺明就是他要撈取功勞 這些功勞最終就要轉化成為選票 在九月當中 除此之外 林鄭的那份工作報告 其實也有打小報告 就是睹那些建制派背部 包括讀行政會議成員 說他的表現強差人意 再讀一些建制派 為了撈取選票 就加入了批評特區政府的行列 在落主任的呼籲下 建制派就團結起來了 目前來說沒有再聽到建制派的 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 再去批評特區政府的聲音 沒有了 非常稠淨 現在大家都感受到 肯定就是這份工作報告作誰 所以特區政府和中聯辦 都是高度重視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根據信報余錦然的香港密博專欄 今天就提到一句消息 就說 落主任對於選舉一時非常關心 但是未有太多干預部署 仍然交由中聯辦副主任何正操盤 這句說話又是 跟之前的消息 是不謀而合 就是中聯辦也是高度重視這次選舉 故此有些白票兵團 經常出來叫人投白票 或者不要投 豈不是跟中聯辦的目標是不謀而合 所以大家千萬要警醒才行 接著就想說一些關於選舉的消息 香港眾志就是蠢蠢欲動 有消息指出 他們有意派出三隊人馬出戰直選 分別 黃之鋒有意出戰九龍東 羅冠聰有意出戰港島區 以及張崑陽有意出戰九龍西 先說九龍東的情況 實情九龍東長期以來都是只有五個席位 有兩席 就是民主派 即是民主黨 以及公民黨 另外 目前來說有三席是建制派 因為上一屆分票不均 所以最後一席就被謝偉俊愚人得利 另外兩席就分別由民建聯和公聯會瓜分 今屆的戰況又如何 其實非建制派 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兩席都很穩陣 而建制派的公聯會和民建聯也是非常穩陣 不過故此 兩邊的陣營都是欠最美的 現在就說黃之鋒有意出戰九龍東 萬一他真正式落戶九龍東的話 我相信 無論是他 或者一旦他被DQ以後 他的Plan B 梁凱晴補上的話 其實都會相當穩陣 首先來說黃之鋒有全港性的知名度 其他那些素人一拍過去 馬上就給下去了 因為那些素人拿到那麼大批的選票 其實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地區工作是做得好 只不過就是上一屆 在區議會選舉之前的一個星期 鄧炳強就是 圍攻中大和理大 迫使到很多市民出來 投票 用選票來向警察說不 用選票來向特區政府說不 實際上一次是一個全民公投 國際社會都認證了 因此各方的派系 都適宜協調和協商好了 才是報名就好一點 否則的話 你又報名他又報名 個個都去報名的情況下 增多足少 恐慌就會重演2016年的鬧劇 變成了謝偉俊如人得利 希望各方都會三思而行 如果有一個初選機制 能夠選出三至四隊最高勝算的人出來 那是最佳辦法 不過當然 有很多人 不願意接受這些做法 就會斥之為不民主 所以就很難說了 另外我還聽聞 有一個消息 就說民主黨的主席胡志偉 在今屆未必競續連任 這個消息到底是堅定留 很快就可以揭曉 不知道他到底今屆會不會交棒 還是留下一屆才這樣做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一個香港的旅行團 去到俄羅斯旅遊 但是遭到當地警察帶走 究竟什麼事 原來這個旅行團 就是上個月中 走到俄羅斯旅遊 在抵達莫斯科入境的時候 已經要申報健康 和抽取樣本檢查 最後雖然獲得放行入境 但是第二天他們去到地鐵站觀光的時候 就遭到地鐵保安拒絕進入 後來還叫了三輛救護車 團友於是只能夠 改搭的士 後來他們去到馬戲班看表演 中途有警察到場 團友最終在兩輛警車的前後護送下 乘搭旅遊大巴返回酒店 當地衛生人員 已經在現場等候 又再抽取樣本檢查 所有團友不得離開酒店 而且第二天全團20名團友 被安排坐飛機回香港 有團友認為旅行社的安排非常差 原定的10天行程 只是去到三天 就要被迫腰斬截犯 要求旅行社退回全部的團費 其實在兩個月前 都已經有市民提出 你不請不封關 就會被人封關 俄羅斯就說到做到 已經拒絕所有特區護照的 持有人入境 但就算持有其他外國護照入境 都沒用 因為部分西方國家的國民 在這段非常時期裏 對於黃種人、亞洲人 的態度就不太友善 莫說俄羅斯 在加拿大的情況 更甚 當地人甚至乎 對於那些大一罩走出街的人 就是有些白眼 無厘頭 苗里兩夜 都有 甚至乎有其他加拿大的 亞裔YouTuber 都分享過 就說去健身室跑步機那處跑步 一跑完步 後面馬上就站了一個人 幫他清潔那部機 到底這些行為 是不是會令到 那個人心裡都很不舒服呢 所以在這段期間 其實如果沒什麼必要 都不要周圍去就好一點 除非你說去死某一塊地方 就在那處定居 否則的話 你如果還在這段時間去旅行 就比較奇怪 而且有些在外國住的益友 就應該會知道 除非你跟當地的朋友很熟 否則你對著一個外國的陌生人 他很難去分你 到底是香港人 台灣人 中國人 日本人 韓國人 還是什麼人 因為他們看亞洲人的樣子 個個差不多 除非你只掛著一本護照 在頸上 否則一般來到港人都不懂得分 所以態度也差不多 故此我認為在這段期間 都少去旅行為妙 踏入三月 日本已經去到上英的旺季 但是那些上英的旅行團 大拍烏鷹 當然因為日本現在的情況嚴峻 所以 十幾團 千萬一團 是滿的 其他的九成半 都是沒有人去報名的 大家如果要自由行去日本 上英的話 就千萬要做足防護措施 這才好 其實坐飛機 現在不是那麼危險 因為如果有朋友坐飛機 你叫他拍照給你看 都差不多接近包機 一班機的載客率 分分鐘只有兩三成 就算你打橫躺在那三個座椅 都沒有人管理 但是一落到機以後 就一定要 打醒十二分精神 一搭觸到別人的國土 一過關那一刻 做足防護措施 不要掉以輕心 如果真的要在這個高危時間去旅行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